告示牌上大大一個P字停車位符號 讓很多機車騎士 沒注意看 直接就把車子停在車格裡 等到回來牽車時 才發現車子被調走 氣得跳腳 原來桃園市政府為了推廣環保 在路邊增設了許多像這樣子的 電動車專用停車格 仔細一看告示牌右上方寫著 限停電動機車以及電動自行車 右下角也有一排小字 說其他車輛如果停在這裡 就會拖掉告發 但記者實際訪問路過的民眾 根本沒人知道有這項規定 不知道咧 因為他們用鞋 應該可以停吧 會 他們都會停 你會怎麼停 就有隔職就停啊 所以想要說會拖掉 不會啊 而且這有標示得很清楚嗎 市府想要推廣環保 但卻沒做好配套措施 既沒有宣導也沒有緩衝期 讓很多不知情的民眾以為可以把車 放心的停在車格裡 沒想到車被調走還要罰錢 大罵實在不合理 騎車停車位就不夠用了 然後呢 還要規劃一個專屬 那個電動摩托卡 然後呢 所以就不合理啊 新政策沒有宣導騎就直接實施 讓很多民眾痛批 這根本就是在搶錢 也因為沒有宣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有電動車專用停車位 為了環保設立免費停車位 但看在民眾眼裡恐怕是浪費大家的停車資源 記者黃楚華 廖宇智 桃園報導 見到